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對於任何的時數x 這些4字有幾個它是有1的 它是對於任何時數 首先這個的話它一定沒有1 因為裡面可以完全平方 這裡面是負的多少呢? x平方-4x4加4 這可以完全平方 這是等於x-2的平方 整個式子是負的x-2的平方 你帶任何數下去的話 只有2的話可以 x帶2的話剛好等於 只有x等於2的時候有1 其他數都沒有1 所以這個是不一定有1 它說對於任何x都要有1 看到這個 這個它對於任何x都要有1 因為這個一定是正的 它可以開根號 所以這一定有1的 這一定有1的 這不一定 那這個也不一定 0的0次方就沒有1 所以x如果等1的話就沒有1了 也就是說讓它有1的話 x它不能等1 所以是不一定 這也不一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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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一定有1的話是只有1 所以這一題就是只有1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